江苏无锡,一处普通的住家户,狭小的庭院里,整洁的摆设,光滑的地砖,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这里却是警察追踪的终点。 案件的线索来源于,涉案的凶手已经逍遥法外八年之久。 整齐的地砖即将被砸开,凝固的水泥之下,八年前的惊人秘密终究要真相打败。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井水之下的冤魂。 这个上身穿咖啡色上衣的男子名叫陈小伟,警察带他来指认现场的地方是他的家。 他的家在无锡新区下面的春雷社区。 陈小伟用脚所指的位置是他家院子的地面,地面上铺着地砖。 他所指的位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的却收到墨花的販瓶子上来是原来的帮人。 你还要这个依然。 好吧,他行了? 我这个肉贴,我可以给他了。 我一定要把他面积,给他。 他以为是你? 你还要给他。 半个小时的破拆之后 低端之下露出了一块铁板 那么铁板之下会是那个被封死了八年的凶案吗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您看到的是无锡警方 带着一个涉嫌杀人的嫌疑人在勘察现场 现场居然是在他的家里 在非常狭小的院子里 在这个光滑的瓷砖之下 这个地方是无锡新区下每一个城乡接合部 警方怀疑这个人是八年前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 追踪了八年 追踪到了这块铁板之下 2013年3月15日这天晚上 无锡市公安局南长分局在本辖区内全面清查 易涉毒场所 当晚的行动中 根据群众举报 在某出租屋内一名男子因涉毒被侵获 在这名男子住处内 警察发现了他自己吸食毒品的工具 来搜查出了他不藏匿的毒品 在现场他就承认 自己承认了这个毒品 是他自己所持有的 随即我们把这这名男子 带回锁里了 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该男子姓陆 今年40岁 是一名务工人员 搜查出来的毒品 据他交代 是他留着自己食用的 陆某交代 卖给他毒品的中间人 是外地人 但现在哪里陆某也不清楚 排出所里 警察对陆某非法持有的毒品 进行了称重 电子秤显示27克 非法持有毒品 根据中国这个刑事法规定 10克以上要追究这个刑事者论的 所以要把他进行刑事拘留 积压到看守所内 接下来根据陆某所提供的交易地点 无锡警方继续追查卖给他毒品的人 而陆某则被积压到了无锡市看守所 据查这个陆某在这之前 因为聚众吸食毒品 曾经被国安机关处理过 当时被治安拘留了15天 那么这次他又非法持有毒品 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像我这个能刑多少时间呢 那你这个具体情报 我看了一下 非法持有毒品27克 刑了三年以下 听完以后呢 他就是有点惊讶吧 跟他预想的就是 出入很大了就是 他本来就是认为自己 十几天就可能会出去的 当陆某得知 自己已经再次触犯了刑法 有可能要被判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时候 他就开始向看守所里的管教 询问能够减轻刑罚的条件 就是检举 一个检举呢 就是比如说针对命案 如果你有类似的这种线索的话 可以检举一下 盗窃啊 抢劫啊 贩毒啊 等等都可以 只要确实有查证的 属实能抓进来 那给我一点时间考虑考虑 那过过时间我再找你 警察判断 陆某有过吸毒史 在社会上 人际交往复杂 他现在主动询问 能够立功减刑的政策 说明他心里有事 肯定他知道一些东西 才会问这些提出这个问题 提出这些要求 果然在陆某进了看守所的第五天 他向管教提供了一起杀人案件的线索 陆某说出了一起八年前的隐案 这让看守所里的管教意想不到 如果他的线索经查证属实 构成理工表现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是可以减轻刑罚的 但如果他只是为了减轻刑罚 而编造谎话 那么将适得其反 陆某说 这件事情是他两年前获悉的 给他讲这件事情的人姓赵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不是瞎编的 陆某还在公安人口户籍网上 对那个姓赵的人进行了辨认 陆某交代只是听赵某说过 那个将你有杀害的人 家在无锡新区 那么仅凭着喝酒时 听到的这一句话 这线索的可信度 到底有多大呢 没有具体人物的 没有具体身份的 没有具体时间地点的 就是好像是那个空中楼梗 我们好像没有记住 这些情况 我们一般查出来 找的比较多 很快 刑警就找到了这个赵某 赵某承认 他说过 他的一个朋友在八年前 杀害了女友 你这个消息是从马里得到的 我听到他本人自己说的 这个本人是谁呢 陈小伟 赵某说 他和那个陈小伟多年前就认识 他八年前的那个女友赵某也见过 在两年前 他和陈小伟在喝酒的时候问起 好久没有见到陈小伟的女友了 他就随便问了一句 那个毛毛的真实姓名 赵某并不知道 只知道他和陈小伟是在2003年就认识的 但当时他想 如果陈小伟八年前真的把女友杀了 不可能还跟他坐在一起喝酒 再加上平日里 陈小伟为人比较本分 赵某觉得他不会去杀人 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 当成听来的一个笑话 说给了旁人听 他认为这个陈小伟是酒喝多了 说了一句罪话 他自己也没有太在意 据查赵某所说的这个叫陈小伟的人 1976年出生 无锡本地人 现在就在新区居住 如果说八年前 陈小伟将女友杀害了 那么按照常理 他确实不会安置若素的 我们又查阅了陈小伟以前的一些记录 发现这个陈小伟呢 历史上没有因为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如果说陈小伟那个女友毛毛被害了 无端失踪 那么这些年来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报警记录 侦察员查阅了从2005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当地几乎所有的报警记录档案 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内容 事情调查到这个程度 警察仍然无法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起命案 那如果陈小伟是当初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现在是不是可以动手抓他呢 警方觉得现在还为时过早 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继续确认是否存在这起案件 那接下来他们要找的 就是那个所谓被陈小伟杀害的女友毛毛了 那么八年前和陈小伟交往的是否有过毛毛这个人呢 侦察员一方面开始不动声色的对陈小伟展开调查 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对毛毛的寻找 陈小伟认识吧 认识 他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就是性格的比较内向一点 陈小伟的居住地是无锡新区春雷社区 原来这里是一个城中村 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陈小伟没有不良嗜好 在村里和周围的街坊没有矛盾 2006年陈小伟就已经结婚了 现在有一个六岁的孩子 他目前是在当地的一家工厂里工作 近几年他没有离开我们社区上 就是他一直住在这个地方 一直住在这个地方 没有到其他地方就住过 问及八年前陈小伟交往过的女友 工作人员回忆 婚前2005年前后 陈小伟确实交往过那么一个女朋友 当时陈小伟的女朋友 叫什么名字你住的 我听其他人讲 就是好像是叫毛毛什么的 是什么地方 是外邦的 外邦的 这个毛毛的真实姓名 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当时陈小伟和女友 是在外面租房子住的 并非是住在陈小伟自己的家里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女友的名字 周围的邻居也证实 当初陈小伟的确是在外面居住 那么既然他是当地人 为何当年还要搬出去住呢 村民反映 陈小伟的那个女友毛毛 2003年来无锡打工住的地方 就在附近 当时陈小伟没有工作 在村里给住户送热水 便认识了毛毛 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陈小伟的父母 不同意他们之间的交往 陈小伟就从家里搬了出来 搬到毛毛租的房子一起住了 在警察看来 八年前陈小伟对女友毛毛 显然是有感情的 这感情甚至能好到 不顾自己父母的反对 专门搬出去和毛毛一起住 那么他怎么会去杀一个 如此深爱的女人呢 按照一般刑事案件 案发的道理 也是解释不通的 就是说一般的嫌疑人 如果是杀人以后 他会迅速的离开本地 就是说消失在 我们警方的事情当中 嫌疑人调查无果 受害人身份服务 那些八年前的所谓女案 究竟是何存在 人命关天必须成 警察的坚持 当然会有警 井水之下的冤魂 金双反正要想知道 八年前的案件是否存在 必须要知道毛毛现在的下落 据了解 当年他租住的地方 就在这个辖区内 租住房屋是需要登记身份信息的 当时的房东 应该会知道毛毛的真实身份 走访之中 侦察员找到了八年前的房东 房东不但说出了 陈小伟已有的名字 而且还能写出来 毛毛有个非常少见的姓 是这个 租房子要写合同 当时在房东看到毛贵琴身份证的时候 由于没有见到过这个姓氏 他专门请教过毛贵琴 不知道不认识这个字 我问他 他就说 我是毛 姓毛 毛贵琴 在全国公安护局网上 叫毛贵琴这个名字的女性 一共有十位 侦察员根据可能的年龄段 将几个人的照片打印出来 一一让房东辨认 你每张看一下 这个一定要仔细地看一下 你都好好地把每一张看一看 我看还是这张 这个比较像毛贵琴 这个是毛贵 这个毛贵 经过房东的辨认 这名户籍地是在江苏省江燕市的毛贵琴 就是陈小伟八年前的女友毛贵 当时侦察员立即在全国人口失踪信息中 寻找毛贵琴的名字 但是没有找到毛贵的任何踪迹 没有发现有毛贵琴失踪 或者怎么样的报警 没有任何记录 接下来侦察员又调取了 无锡权势所有赞助人口信息 但是也没有什么发现 如果说毛贵琴如今人在外地 那么他要生存 他的生活轨迹也会在别处出现 侦察员又对以毛贵琴为名 全国银行的开查记录 进入查阅 侦察员对平日里所有大家能接触到的银行逐一排查过了 都没有发现江燕籍的毛贵琴在银行有过任何交易记录 这也就相当于说这个毛贵琴 这个八年了 在整个中国就消失了 人家蒸发了一样 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这八年来 毛贵琴如果仍在人世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和自己的家人有过联系 户籍地显示 毛贵琴的家是在江燕市百米镇的一个村庄 侦察员找到了毛贵琴的家人得知 他的家人也一直在寻找毛贵琴的项目 我妹妹没有了 失踪了 此前一直只闻毛贵琴之名 现在终于见到毛贵琴的容貌 在毛贵琴的亲人那里 警察看到当年的毛贵琴是一个长相俊俏的姑娘 毛毛的姐姐说 妹妹在兄弟姐妹当中排行最小 从2003年就外出 一直在无皮打工 她和家里最后的一次联系 是在2004年的10月前后 那次她是从无锡打电话回来 向家里借钱 毛贵琴的嫂子说 从那之后 毛贵琴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刚开始家里人以为 是因为不给她钱 毛贵琴在赌气 但是一直到今天 毛贵琴竟然和家里的任何人 都没有再联系过 所以一家人这几年都很着急 只是谁也不敢往坏处去剁下 只有她认识交迈 她找家可以找 但是我们找她就很难找她 因为没有电话联系 在毛贵琴的姐姐和嫂子的印象当中 毛贵琴人长得漂亮 聪明伶俐 一家人都觉得 她是家里最有出息的人 只有一点不好 就是觉得毛贵琴家庭观念不重 老想着自己要出去闯一下 就不想家里人会怎么惦记她 出来打工也不容易 但是呢 我觉得随便到哪个地方 这个交的概念 随时随地都不能雕塑 对于毛贵琴八年的杳无音信 她的家人也曾经努力过 试图寻找她的下落 他们到过无锡 许多工厂车站 人员密集的地方 但是都没有结果 他们甚至还在电视台登过寻人启示 也没有回音 后来家人只能盼着 毛贵琴能主动地跟家里人联系了 毛贵琴的家人说 陈小伟是毛贵琴在无锡打工时认识的 陈小伟是无锡本地人 毛贵琴人在无锡 总算有个照应了 所以就同意他们之间的交往了 在这之前 毛贵琴的姐姐说 毛贵琴也谈过男朋友 但是和陈小伟交往之后 就再也没有跟别的男人有过往来 毛贵琴失踪之后 她也到无锡 想找陈小伟来着 想问一问陈小伟是否知道妹妹的下落 但是没能找到陈小伟的住址 至此警方已经可以百分之百地确认 毛贵琴确有其人 他确实八年里没跟家人联系过 像是空气一样消失了 而这种消失是不正常的 最有可能知情的人 就是那个家里知道的 他唯一的男友陈小伟 之前是跟陈小伟谈过男女朋友 所以说我们公安机关认为 有必要来询问一下陈小伟 今年的4月4日 在现场 当侦察员将埋在地砖下的铁板 拿开之后 一口水井露了出来 在这么小的一个院子里 在非常精致的地砖之下 怎么会有一口水井呢 关于这一点 警察给出了解释 原来在八年前 这个地段的居民 没有变成城市居民的时候 这儿就是一个村庄 村里的人为了方便日常生活 一般都会在家里挖一口小井 像陈小伟家这样的水井 每家每户的院子里 都会有一口的 陈小伟家被掀开的水井 目测井口直径大约0.5米 警察找到了一根竹竿 对这口水井的深度 进行测量 大概有一米七深 井里的水很轻 没有什么异常 蹊跷的地方只有一点 就是为什么这口水井 会被掩埋在地砖之下呢 森察员找来了一台水泵 真相也许就在这 湛清的井水之下了 由于涉嫌杀人 根据法律程序 森察员依法对陈小伟 采取了相关措施 把他从家里带回了派出所 对于毛贵琴 陈小伟并没有会言 他说早在2005年 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发现和毛贵琴性格不和 毛贵琴脾气火爆 经常为一些小事 跟他发生争执 所以他们经常打架 陈小伟不得已提出了分手 之后毛贵琴就离开了他 但是具体说到 毛贵琴是跟谁走的 陈小伟说他不清楚 只知道毛贵琴 一直和那个人有联系 陈小伟说 当初他们分手的时候 毛贵琴就告诉他说 要跟那个人一起走 果然没过多久 毛贵琴就不辞而别了 所以陈小伟认定 毛贵琴就是跟那个男人走掉了 之后 毛贵琴也再没有和他有过联系 他也就在那段时间之后 搬回自己的家住了 05年吧 45年份吧 侦察员同样拿出了许多 叫毛贵琴的人的图片 让陈小伟辨认 他挑出来的 就是那个户籍 在江苏江燕的毛贵琴 陈小伟所说的是实话吗 井下的水 正在一毫米一毫米的降下去 水下到底有什么呢 在水位还高的时候 无法判断 在此前 陈小伟对自己是否涉嫌杀人 沉默不语 而在看书所之外 警方的调查 一刻也没停 侦察员又一次找到了出租屋的房东 房东说 当时陈小伟和毛贵琴 就住在他家二楼 临街的这间屋子里 一直到2005年 他们两个人搬走了 房东就再也没有见过毛贵琴 房东的话给出了一个事实 2005年的时候 是陈小伟带着毛贵琴 一起离开出租屋的 并不是别的男人 把毛贵琴带走的 而且当时 房东也没有见过有谁 跟毛贵琴有过接触 毛贵琴不大可能 跟陌生人一起离开 往下的结果就是都证实 毛贵琴只有跟陈小伟谈过 还没有跟其他男人 有过多的接触 关于毛贵琴八年前的离开 很显然陈小伟是在说话 而且一个正常人 在八年的时间里 没有和任何人有过联系 没有留下过任何的生活轨迹 这没有可能 在上述几点 我们认为 毛贵琴遇害的可能性极大 如果说八年前 毛贵琴确实被陈小伟杀害了 那么在这八年的时间里 陈小伟为什么没有离开武席呢 他难道不怕落入法王吗 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认为就是说 他可能把这个案件做得 自己认为天衣无缝 公安机关也查获不用 无法复活 侦察员判断 陈小伟如果将毛毛杀害了 掉下遗体不被人发现 那么藏匿的地点 肯定是他熟悉 而且是隐蔽的地方 陈小伟最熟悉的地方 就是他家 或者是他家的附近 那么最隐蔽的地方会是哪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从陈小伟邻居那里 侦察员第一次听到了 关于陈小伟家的那口井 那井就在他家的院里 后来装修房子给盖了起来 而盖起来的原因 邻居曾说 好多人都知道 那段时间 陈小伟家的水井 有很大的意味 陈小伟家的水井 确实有过意味吗 有意味的那段时间 大概又是什么时间呢 通过对陈小伟哥哥的询问证实 2005年 他们家的那口水井 确实有过意味 而那个时候 正是毛贵琴 跟家里借钱没给 之后就杳无音信的时候 也是陈小伟所说的 毛贵琴被人带走的那个时候 到了这个关头 一个警察非常不愿意去想 但又不得不去想的结论 就出现了 你没想到 是毛贵琴的尸体 可能会被陈小伟抛视在里面 此时 到了和陈小伟正面交锋的时候了 陈小伟 你家院子的那口井 为什么要填封掉 今天你交代也好 不交代也好 在公安机关办好法律手续以后 明天我们肯定要对原来那口井 进行开封 希望你认清形势 考虑清楚了 经过30分钟的沉默 陈小伟终于松口了 我少年了 我不行 之前给你病人过来吧 那天晚上带回家 然后我们趁他不注意 就把他手拿住 就一分钟 再用被子盖上的时候 手瞧到脖子 过了几分 过了几分钟 他不动了 就松松了 后来就用家具拿个袋子 把毛贵琴放在这里 什么袋子呢 塑料袋子 塑料袋子什么颜色的 透明的 后来就想到放在间里 按照陈小伟的交代 警方基本可以还原案件的一些细节 八年前的那天 陈小伟是把毛贵琴 从出租屋带回到自己的家里 陈父母不在意 将毛贵琴带到屋内 将其杀害 然后又将毛贵琴的遗体 投到了自家的水井里 这是犯罪的过程 但是犯罪的动机呢 吵架嘛 就是性格不合嘛 我跟他提出分手嘛 他不肯嘛 再怎么甩也甩不掉人 钱也赔来了 他也不肯走 我被他逼得没办法嘛 最后陈小伟所想到的 让毛贵琴离开他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毛贵琴离开人事 2013年4月4日下午15点30分 陈小伟家水井里的水抽干了 井里的秘密就要露出水面 但是在水井的底部 正常员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东西 只有一堆碎砖 而在吉土碎砖的下面 是一个大大的白色塑料袋 回过头再看这起案件 要不是因为当初在看搜索里 那个陆某因为藏匿毒品 害怕被判刑 为争取宽大处理 交代了这条线索 那这个案件好像真破不了 一切看似偶然 但实则必然 这说的就是 一个人如果干了坏事 迟早有露馅的那一天 老话说的好 无事不报 时候未到 这是真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